学无止境 世间人都相信了 在佛法里面说 学有止境 不是无止境 什么地方是止境的 明心见心是止境 大道明心见心 它就圆满了 佛讲的你好像是个月 你只要碰到这边就圆满了 就达到了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可以达到 无量法门 也是门门都可以达到 有没有方法 有 方法就是真诚 恭敬 没有真诚恭敬 你入不了门 为什么 因为自信 是真诚 是恭敬 信的 你要建信 你要建信 你必须 心 要跟信 相应 那 德行里面 第一德 真诚 恭敬 你只居住这两个条件 你就能够 得到 你看 古人 老师 选学生 他选什么 不是选那些聪明的 很灵力的 那很可爱 他不是选这个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老实 听话 真感 这就是 真诚 恭敬 老实 有真诚心 有恭敬心 表现在外面 你能看得见的 这样的人 听话 真感 他能开悟 传给他的法 很容易 一门深如 常识寻求 这学生就老实干了 海鲜老活生的四夫 传戒法四 传给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祝福他 一直念下去 你看 他就老老实实 念了九十二年 叫不乖乖 没改变 他成就了 他确实是念到功夫成品 在上提升 肆意心不乱 在上上提升 理也心不乱 他是建武 他不是灯的 六族会能大事 是灯 我们相信 贤工老和尚 得功夫成品 应该在二十五岁 二十岁年 五年 我们相信 不会超过五年 他得到了 那么从二十五岁 再向上提升 得 思议心不乱 等于阿罗汉的境界 应该在三十多岁 这理也心不乱 我相信 四十岁左右 理也心不乱 就是明心见心 大车大乎 像他乱家所说的 我什么都知道 就是不能讲 讲了会惹麻烦 师父祝福他的 明白了 就是大车大悟 不能乱说 不能说 他守住老师的教会 虽开我 不是 有神通了 不现神的 那偶尔 必要的时候 漏一点点 解脱三美 只观无碍 放下 不妨碍看破 看破 不妨碍放下 解脱 由于念佛三美 能处一切烦恼 是用念佛的方法 得到的三美 都叫念佛三美 那标准的 海鲜老后商 给我们做的榜样 功夫成品 事业心不乱 理业心不乱 都是念佛三美 啊 理业心 是念佛三美的圆满 能处一切烦恼啊 啊 老后商一生 没烦恼 我们看到的 能泄脱生死 老后商生死自在 多次见父 阿弥陆佛 阿弥陆佛祝福他 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 给世间人做个好样子 啊 学佛的好样子 求生净土的好样子 他通通做到了 阿弥陆佛祝福他 清清泄土三美 有仆等者 仆者仆变 仆者平等 悲华境未知 辨知三美 辨就是仆 知 这就是平等 啊 分头力尽 为之 菩制三美 宋仪殿 为之 普遍 菩萨善我地 唐仪 为之 平等 三美 地门 你看 这一段经文 都不利 清清 平等 主 就是经题上的 一句话了 清清 平等 主 我们 怎么说 俗佛要得受用 就有发喜 那就是功德 身心自在 一句佛号 明明不断 发喜充满 那你就要学会 我对佛 真诚 贡献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对一切人 对一切私 对一切万物 跟对佛一样的 真诚 贡献 你把真诚功筋 做到了 是你的日常生活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 你没有烦恼 你很快乐 你很自在 给一切人 借出 人家会感觉 你充满了智慧 你不生烦恼 海鲜老火山一生 没发过脾气 这是我们要学的 无论是神 是在生活当中啊 是在工作里头 在厨师待人 救我 身口一三一 轻轻不染 那么这个就是平等 三个字 阿 妮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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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